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头照片都用了我的样子 那你问 喂 何志冈 那为什么不改名叫做何志冈频道呢 我告诉你 我想的 不过呢 YouTube 不让我改 他说你的频道运作了这么久 不准改 喂 那你也查到那个是不是我啦 是不是呀 你让我去削肉厄片 又让我成 为什么不让我改 这个香港本土历我不要呢 那等一下我再说为什么我不要 那但是 没有了 不让我改 那我就希望呢 还要将它个人化一点 就是香港本土力量是一个我历史 在我身上的几个字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就算了 但是现实里面 香港本土力量 现在呢 那些本土派 就是在香港的其他本土派 已经去到说了一件事 就是我在第一次去说的 就是杨日朗和郑韦成 已经说要行动了 他们这些放炸弹的人 他们说他们是本土 他们是独派 是港独 哎呀 电视还还跳了 那不好意思啦 我免得 还要去出片 那我就看到 我觉得 本土这两个字我真的始于为伍 就是你们这些低质素的人 是不是 你们说你有什么论述 其实你什么论述都没有 你整班人 就是在说粗口而已 你和黄毓民 黄毓民欺负你们 当然 所谓的 你看到现在呢 我看到的形势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 美国养的那些人渣 比如说热血公民 黄毓民 又或者奴斯达家 杨日朗这些 所谓更加激进的独派 其实全部都收美国佬钱 杨日朗在占中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 颇为 突出的人 他突然间呢 就 和警方握手 就好像想 在宿世的占领区 但其实现在 不知道他做什么 总之他所做的事情 那些人说他是鬼 那他这些 就是这个 他跑去树人做 做学生会会长 都不是正常人 就是现在那些学生会会长 组织的搞政治 全部去宣讲港独的 那你说他是什么学生呢 当然是假学生 杨日朗也是其中一个假学生 这一节 我为什么要详细地说呢 就是我看到 他们互相供佛的时候 有时候 他们 你看到那个什么仇斯达 就是不介意了 他那个台叫本土台 有人在我们那里 留言说什么 寿司达的台好听 我真的给那些网友多一次 我认真说 如果有日 我今天之后起 就是今晚4月30日开始 29日不算 如果4月30日之后 又有可日起 晚上12点 我看到有任何人 在我频道上 推销 仇斯达的台 我是立刻 博强 他这么留言 我好严厉 我不管你平时去赞我 讨好我 你推销仇斯达 我立刻 博强 是这么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我们仇斯达是立 他们是自称黄毓民的狗 黄毓民就说言论自由 但是呢 他又找仇斯达这只狗 又在那里扮反对港独 就是这样 就是现在这些人呢 他在那里 制造一些言语的迷攻 有时候呢 他突然间 他站在那里说 很支持言论自由 反热狗 热狗又是一些 他又说现在不知道 他是不是永续基本法 我不知道 热狗这些都是基本上 一个很小的群体 黄毓民说他 就是说他 反骨仔 黄云达 热狗那些就很小了 所以就算 鄭松泰 已经在这个 舆论圈里面 在这边没有人来的了 他变成了黄毓民的体系 养仇斯达 仇斯达 仇斯达呢 就和这些 奴斯达 你也不知道什么 就是又在那里 很烦 那些名字 接着再加这些匪徒 监犯 吵架 接着呢 当中里面 他们是自己 自编自导自演 去吵架 是吧 就是黄毓民和这两个 賊 和这条 脱毛泽男 吵架 他们自称港独 是吧 他们在那地方 叫做香港民族阵 就是黏着梁重恒 那大堆垃圾 那总之 一堆这样的 这些港独派 和黄毓民这么吵架 就现在就是 漂白黄毓民 黄毓民呢 就骂港独的了 那接着呢 就可以黏在东方那里 东方呢 继续养黄毓民 但是东方 这些人 又继续扮蓝丝啦 扮扮一下就反天海啦 你明明发生什么事啊 就是说有 一个扮蓝丝的 一个体系 在香港的传媒界里面 运作着 背后的 都是那些金主咯 东方那些 我不说得那么明白 不说得那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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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蓝蓝蓝蓝蓝变黄 就是这样的现象 总之 香港的传媒 都是背后 那个 反华势力控制的啦 哎呀 我说得就是这样 黄毓民 现在借 和这些 极端独派 这些监犯 吵架 去漂白自己 反港独 但是一会儿又养着陈浩天 然后你们又在这儿 就是在这儿 迷迷茫茫茫的 说 其实黄毓民真是反港独的 不过呢 他言论自由养了 陈浩天 不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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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 你出人工的 那当然是有些真是蓝的人 真是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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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的人 那你有个阵地 那就去说一下 对不对 明报有时候 见到一些建制派都留言 都写文章的啦 但明报是黄到仆街的 东方呢 可避责任 那我其实我不想跟那些人混在一起了 就是我这个本土 其实我也不想再强调这么多 就是我觉得本土 是争取香港人的利益 原来别人说的本土呢 就放炸版了 就是我觉得 我很耻语 跟他们为伍 但是呢 Facebook 和Google 是不让我改名 铲走这个香港本土力量 那我OK 不要紧了 我继续用 这个是我的历史 不过呢 现在我真的是 我是依幸难生的 对于这六个字 因为实在太太可怕了 现在这个本土玩到 就是我是想吐啊 就是 香港现在 就是被这些人搞死的嘛 大佬 就是这些 就是在香港 在那里搞了这些 暴动啊 暴乱啊 是吧 就是你看到呢 说回占宗案 少少少了 这个邵家俊呢 假声呢 入了院 一天 就在那里 扮死了 又说 心速跳 喂 其实这些人 你们又说革命 又说香港要自决 又说关心人社工 现在去扮死 现在去扮死 我质疑你又怎样呢 是吧 我对陈淑庄的脑 那4.2cm脑脑 我都很质疑 他又走得走得嘛 现在推辞判刑 喂 其实这些人 现在还要说到这么串嘴 说要去立法会开会 要投票 喂 你是监犯 你就应该在监犯 在监犯里面服刑 你不可以说 你多多几格 你有特权 现在你们所说的民主 就要度身定做 被邵家俊 这个陷家拿呢 可以继续代 议员人工不得止 还要 他可以不用坐牢 去立法会 他说他肯呢 带手疗脚疗 我不理你 你应该坐牢 就在监狱 如果你离开监狱 叫放假 是不是 你去医院 叫住基留病房 都是在坐牢 但是你去立法会 就是特权 是不是 就是你做了立法会 原来你有特权 我觉得这些东西 是似风不可掌 但是你泛民 就是在吹嘘 就是你们 争取 你们这些 人渣的特权 我觉得香港 不应该 纵容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 又要怕痕 又要怕痛 又说身体有事 一会儿 又说入到监狱 就要继续投票 我没有不认同这些东西 另外呢 我要提到 就是 海里占中 九个仆佳人家 去坐牢的时候 判刑的时候 黄之锋 原来就是走了去 去看复仇者联盟 就是 吹嘘 吹嘘 是死都要 去宣传 那部新片 其实那部片 我老实实那句 就是 我是很 对这个系列 虽然你说大批图大制作 但是里面 放了一些信息 就是 尤其是复仇者联盟 第3和第4 就是说 人类应该 要灭绝一大绝的 是吧 又为了生态平衡 那你在说什么呢 究竟你们美国佬 为什么要经常宣传 这个世界 就来世界末日了 就来呢 有一些大灾害 大瘟疫 新化危机 就会人类死大半呢 即是你黄之锋 你要借占中这个机会 宣传别人那部片 真是 真是 摆到明 你都说到明 你老板是谁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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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 为什么死都要出风头呢 人家去坐牢 为什么你要在Facebook上 骂出来 就说我 他们坐牢 你去看电影呢 死都要被人家去说 要提 即是这些港独分子那种 即是你 黄之锋96年出生 现在23岁 你是 真是不想报 是不安乐的 即是你要特意做些扑街东西 衰革东西 让人记得你 真是真是 真是 即是 甚至讨厌 这一节是生生睡觉了 再说两天就算了 另外呢 提一提 杜汶泽呢 他的那个网台呢 就专讲一些 好 即是怎么说 讲一些粗口 跟着呢 去找一些model 我的model 通常都是低胸啊 要是穿到 这位小姐叫程美段呢 她都是穿到 渣渣啊 即是隔些肉给你看啊 看到她的线条啊 这样 但是 悔人悔道的网台节目呢 是要付钱的 那这个程美段就说 喂 即是上了她的网台做节目 为什么 为什么 是没有粮收呢 那这样 即是 杜汶泽呢 现在长期都有一些 有一些势力去养她 即是我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多 不知道 有个什么广告 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那些入门网站 又找她做广告 大快活动做广告 是仇华仇宗 接着忏占宗 忏占领 甚至就说 喂 梁天琦那个不是暴动 对不对 相对于1967年 即是那些偷换概念 你打警察怎么会不是暴动啊 六七年那个是暴动 梁天琦 兜脚非警察 踢警察 拿卡板打警察 都是暴动 不可以说不是 扔砖怎么可以说不是暴动 对不对 即是我两样东西都批评的 我不会说六七暴动 我去民国识飞 不需要了 共产党都否定这件事是不对的 暴动是不对的 反过来 即是 你 现在香港 2016年有人搞暴动 你 杜汶泽去撑 但是这些这样的人呢 在香港呢 即是你有些神秘的资金 你搞个网台节目 要找一条女儿去动 要出粮的 那你坚持搞 不是好像我那样 我做节目就是一条马仔 对不对 我坐在这里 不会说旁边有条女儿 是吧 穿得逼逼劫劫 是吧 即是那些衣服 扎得很有线条 看 没有这些东西 我看过杜汶泽 就是他某一些 那些标题的 是吧 甚至找一些女 model 是吧 露出一些心溝 语溝 给你看 那就摆明是色情的 是吧 摆明是意淫 不要说色情是意淫 色情的要看什么 是吧 即是你杜汶泽靠这些东西 但是我发觉呢 现在香港呢 可以说呢 即是有一些 即是ViuTV 怎么死都要 即是李嘉诚的势力 死都要找杜汶泽做节目 我不明白为什么 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收视 但是ViuTV 我知道是没有收视的 但是没有收视 都要打一个杜汶泽 逼你看 接着呢 拍杜汶泽 是吧 唱一首歌 就说移民去马拉 不明白 那 NiuTV 一撒有介绍 说 这是很Hit的新歌 你NiuTV 有能力去推广音乐吗 是不是 但是 就是这样 他 NiuTV 就是推介你 杜汶泽 逼市民看 那你说 李嘉诚台 是黄还是蓝呢 是不是 我刚刚去看电视 就是很厉害的 今天 你六点多去看 是吧 看一看 因为你看六点半无线新闻 之前看一看 到一个镜头 港台节目 又是出林荣基 哭哭哭哭 说因为逃犯条例要逃亡 扑你个街 就是香港每年浪费十亿呢 让港台这个反中乱港 就是香港呢 其实 这些传媒的心态 就是我们在黄丝的时候 就说个个台给共产党买 但是现在你发觉 其实每个台都是被美国人控制 甚至用公帑出人工的港台 都是 这些是循复的信息 但是我又觉得 就是说 香港 这些黄丝艺人 是吧 就是以杜汶泽为首 真的很好搅 大把水 就是 同性戀者 那些 我又看到 我又看到 看到啊 什么 陳志文 我说 有个什么 头发广告 可以卖 你离开头吗 大哥 你离开头 你离开头就说 但是又是 逼你 经过 看他的广告牌 是吧 Bang Sir 总之这些就是 你黄到仆街的人 就有很多钱去撑他 就是我 都是那句 始遇为语 本土这两个字 我其实现在都想撕掉 但是呢 算了 别人不让我撕掉 Facebook和Google不让 那我要挂着这个超牌 那 接着呢 别人呢 又以本土知名句 攻击港独 就扮蓝丝 然后呢 想偷我的观众 我也无可来 但我再提给大家 提多一次 真的 仇斯达这些是 仆街 去骂 港独派呢 都是为了漂白黄敏 是必须要消灭的 以黄毓敏整个体系 这些邪恶体系 不消灭是不行的 这些网台 始终我赞成香港政府 是尽快要消灭的 以黄毓敏说radio 必须 说到这里先